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他还曾经和亲友一起去聚餐 到了这个月3号他因为呼吸急促而就医 当时诊断是一般肺炎 那么也刚好是指挥中心从这个月12号开始 针对所有的流感病发重症通报的个案 都开始进行了采验 因此发现了这起个案 而就在前天确诊之后 当天晚上他就因为肺炎合并败血症而死亡 如今指挥中心也针对着驾驶生前的可能接触者 包括他的家人 还包括了医护 一共是79个人进行了全面清查 除此之外 现在还调阅了通联记录 又来厘清感染源 目前已经掌握了三名有症状台上 据指挥中心清查 这些死亡个案 共有包括了家人 医护等等 其实9位接触者 其中呢 和死者同志弟弟经过检验之后 也被确诊 至于音乐里面60位的医护人员 检验则是呈现了阴性 而其他的相关人 目前还在等待检验结果 根据股算 包括了采集 检体再加上运送时间 以及检验4 5个小时起跳来计算 预计需要耗时8到9个小时之后 才会有最终结果 请靠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 目前邮轮上确诊人数累计 已经达到了355人 而其中呢 台湾的部分呢 共有三个人确诊 包括了一队 这是先前他们写信 向总统蔡英文来求救了副子党 而且根据统计 在船上一共是有22名台湾人 再加上两名的台籍船员 指挥中心说了 目前已经准备包机计划 要把台湾旅客接回来 当然呢 在机上也会安排 检验人员以及医护同仁 随时来照顾 返台之后还是需要隔离 但是何时包机出发 目前还要再看 日本方面的安排 倒是美国动作很快 在昨天已经派出了专机 把公民给撤回去了 而其中44人因为确诊 要留在日本来治疗 另外还有数十人 他们是因为担心 会搭这个包机 可能会被潜在的患者给感染 因此他们选择 继续留在船上来隔离 但是不管是要留在当地 还是搭包机返国 这些人呢 在船上的隔离天数 一样统统不算 都必须要再隔离14天 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是邮轮威士特单号 现在也出现了一名旅客确诊 那么由于这个月四号呢 邮轮曾经停靠在高雄港 现在指挥中心掌握了 一共是215人的名单 同时也持续监控 这些人的健康状况 而这些邮轮上的旅客 曾经到过南台湾景点 现在卫生单位 也已经扩大来进行消毒 同时也呼吁在这个月四号 曾经到过相关景点的旅客 甚至店家 盘贩 只要健康有异状 就要立刻和卫生单位联系 上这艘邮轮 在停靠高雄港的时候 当时还有部分的游客 是前往墾丁去旅游 消息传出来之后 当地的民宿业者 立刻是接到了 取消订房的电话 同时担心这错误的讯息 恐怕会影响到观光 现在屏东县政府 也出面来说明了 说墾丁的观光业者 早就陆续来启动了防疫措施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居家隔离个案 也呼吁民众不需要心慌 疫情目前在中国 最新数字是持续在增加 目前在中国境内 确诊病例数超过七万例 死亡人数突破了一千七百人 而究竟为何病毒会全境蔓延 恐怕跟去年一场聚会有关 去年武汉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年会 当时共有多达五千人参加 也因此让病毒快速传播到 四个省份还有六个城市 那么除此之外 湖北省第二重灾区校赶市 现在也宣布从今天开始 升级了管控措施 所有居民严禁外出 世界都很好奇 究竟这武汉肺炎的病毒从何而来 而根据了美国一名学者 发表的最新研究 他认为新型的冠状病毒 就是来自实验室 而非野生动物 那么外传呢 嫌疑最大的就是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当中的一名研究生 更被指为是首名感染者 我对此呢 研究所发出声明强调 说这一名研究生 在毕业之后就在别的省份工作 我网友不相信 希望本人出面来现身说法 一番中国的第一线护理人员 其中呢 一批年轻护理师 全部剃成了光头 还有医护是在简陋的 这个医疗环境当中 来照料病患 另外医院食堂物资不足 也因此上网发文寻求捐助 甚至还有护理师 为了要抢救病患 明昭对方可能 罹患了新型冠状病毒 但是呢 他还是在没有防护业状况之下 跪在地上 替对方进行心肺复苏数 国内来看到 就在这个月7号下午 桃园观音间超商呢 当时正在进行 这个提款机的补抄作业 想让一名头戴安全帮抢匪 突然之间持枪闯入 就朝着其中一名保全人员开枪 随后就抢走装有 300万元现金的运抽箱 随即逃逸 警方获报之后组成专案小组来进行查器 就在这个月14号 在桃园炉竹 还有台东县 逮捕了宋姓主贤 以及古姓共犯 两人被依照强盗 杀人未遂 还有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等罪嫌 依送法办 同时中国民众在家里打麻将 遭到邻军检举 结果防疫人员冲进家里 摔烂麻将 正时公主后 现在又传出第三例的 检疫人员确诊个案 感谢您收看 我是徐耀云 我们再会